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近日印度接收了最新一架波音P8I海上巡逻机 并扬言要将这款海战装备部署到所谓拉达克地区 这到底是唱的哪一处呢 据印度防务新闻网报道 印度海军11月18号在果阿邦接收了第9架P8I波塞东海上巡逻机 印度方面表示 P8I除了在印度洋使用外 还会部署在硬控克什米尔的所谓拉达克地区 据悉 今年6月就有消息称 2017年以来 P8I曾多次飞到陆上边境执行侦查监视任务 P8I是美国P8I多任务海上巡逻机的印度版本 采用波音737客机平台 最大流空时间10小时 其机头部位安装了APY-10沿岸监视雷达 可在海上或陆地工作模式下提供高分辨率图像 来自湖北武汉的网友不服输的五对轮提问 P8I的主业是海上返潜 印度军方却被爆出多次将P8I送上高原执行任务 这是为什么 应该说这是印度军队没有合适装备所造成的结果 在高原地区如果执行长时间的战场巡逻和侦查的话 那么现在印度还拿不出合适的装备 而P8I虽然它是一款海上巡逻机 但是它配备的雷达不仅具备海上搜索的功能 对地面也可以形成高精度的图像 那么从这个功能运用上来说 它具备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 陈老师 反潜巡逻机上高原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它可能在比较远的机场起飞 飞行到这里利用它的长航石这样的一个特点 可以对这个高原地区的地面的情况 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侦查和监视 但是这种运用的方法来说 可以说是把P8给糟蹋了 也就是说 这个东西执行海上巡逻和海上监视的时候 它能发挥出它的百分之百的能力 而到这个地方呢 可能仅仅发挥它百分之十到二十的能力